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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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 外面的大賽博士, 接近終點, 步步友很輕鬆, 贏出這場, 香港一力這樣… 中間位置有精彩, 外面的中間位置有精彩, 韓國阿康 中間位置有精彩, 國阿康 今天是9月9日晚,馬場USB邁向第100集 歡迎大家收看,我是尤達 我是尤達 我今天下午已經出了一個通告 為了慶祝第100集的馬場USB 特地很榮幸,請到前愛倫的副練馬師 曾經幫過姚本輝做副練 也帶過替愛倫和姚本輝 帶過很多馬出去,遠征也拿得很好成績 黃守峰,風哥 你好 歡迎你,歡迎你來我們賣Radio 其實今次在節目未開始之前 我要先交代台務 大家可能都已經知道了 我們全新賣Radio的賽馬節目 旭敏射馬 已經正式登場了 這個節目的收費表 已經上架了 大家可以上去 我們賣Radio的網頁 就是raystock 可以出出那個roller 待會我們有一個網址顯示出來 就告訴大家 你們可以上這個網址 去訂購我們這個旭敏射馬的節目 其實今天下午我和阿拉拉 教主 現在鏡頭下面 錄著這個網址 大家可以上去這裡 去看回我們的詳情 和付費的方法 我們就 剛剛今天下午 我和阿拉拉 已經錄了 明天賽事的 旭敏射馬 如果有訂購 旭敏射馬的朋友 大家就要留意 在網頁裡的通告 我們會根據你們 給我們的Gmail帳戶 就會把節目的連結 傳給大家 其實剛才都說了 多一點 大家進到網頁之後 就會看到有些條款 或者我們去下一版 就是那個節目收費表 大家就需要填寫你們的個人資料 和電話號碼 最重要的是 現在戰嘴指著那裡 就是大家需要 提供一個Gmail帳戶 為什麼會提供一個Gmail帳戶 其實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影片 是經Youtube放出來 Youtube和Gmail都是同一個老闆 所以就方便了 我們技術人員 去統一發佈我們的節目 所以就希望大家 需要提供一個Gmail帳戶 如果大家是沒有 沒有登記Gmail帳戶 其實在這個版面的下面 其實都有一條連結 是會告訴大家 你們可以走回去 Gmail那裡 登記一個新的Gmail帳戶 大家就記得 密切留意這件事 如果因為 給不到Gmail帳戶 錯過了我們的提供 大家都不想 所以大家就 希望大家就 踴躍支持我們 這個全新的賽馬節目 旭敏射馬 我們三個 教主 我和拉拉 當然就會 精心挑選 精選場次 希望幫到大家贏到錢 最重要這件事 可以回來 我們上個星期 我們兩個成績都不錯 我相信 那裡也足夠大家 去支持這個 旭敏射馬 沒錯 所以大家就 多幫忙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真是嘔心溺血 即是 今天下午 錄錄之前 我們都還在 三個 還在說 要選什麼 當然 現在未買的 就快快去買 因為早買早享受 因為我們不跟我們現行的月費支持 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一個月費 一個收費 就是包含那個月份 每一個本地賽馬日 每一個賽馬日之前 我們錄了一個節目之後 就會給你們連結 你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 當日的 賽日的心水 當然 因為有這個 旭敏射馬 當然我們馬場USB 亦都是一樣 都是會 都是會 有提示提供 但是 在未講這件事之前 我們都要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的安排 就是 以後我們這個 馬場USB裡面的提示 就是我們的心水提供 就會是 在我們的月費專項計劃 我們不如 就等我們的技術人員 再給大家聽 我們去看影片 以後 我們在馬場USB的節目 在每一次 給我們的心水之前 我們都會 有這樣的公佈 告訴網友 這是我們的月費專項 給我們77.7支持 我們那些網友 就會有這樣的專項 給大家的心水 所以 閒話有提 其實今次 因為適逢 明天在韓國 有兩場韓國國際賽事 今年已經是第二屆 去年同樣跑這場賽事 他就到了韓國 親自現場看 我就在這裏 主持大高 他在這裏幫我贏錢 就幫我數錢 這個很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特別任會 所以這次 為什麼 我要請阿楓哥來 我們今集這個節目 當然除了慶祝 我們隆重其事 第一百集 這件事之外 當然一百集 一定要找回 甚至有份量的嘉賓 來跟我一起做節目 除此之外 剛才我在開場介紹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阿楓哥也是 跟隨了愛倫 怡滿輝 這兩個比較多 派馬去外面跑的 尼瑪斯 尤其是愛倫 大家如果還記得 大家如果好像 三十個外那些 都知道愛倫 在香港重練的時候 是多麼出神日化 所謂現在的魔法環境 真的要走馬一遍 真實實 阿楓哥 你可以多說一些 所以趁今次 剛好有這兩場韓國賽事 剛好我們有兩隻香港馬 過去了 亦都是跟阿楓哥 詩英 沈雜成 所以就專門 希望阿楓哥 可以在今集的節目裡面 跟大家分享一些 大馬遠征的事 當然阿楓哥 也有一段時間 闊別了馬圈 現在回來 重返馬圈 當然要跟大家 聊聊天 打個招呼 阿楓哥 問一問你 其實當年 在大馬遠征方面 其實你都跟了很多 好像我 剛才我在阿楓哥家吃飯 阿楓哥在阿嫂煮了一頓很棒的飯給我們吃 看回他們的照片 我還記得 我指著一張圓居民的照片 咦這隻不是圓居民嗎 因為那些日文我都知道 還有那年 九九年他跑日本盃的時候 當時我都是在場的 那我就沒有聲音 咦當時是李騎的嗎 你去操的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呢 如果帶一匹馬去遠征 其實都是一個很深刻 很奧妙的一個學問來的 大馬遠征 很多人擔心 擔心的是什麼呢 首先坐飛機 有沒有事 有沒有雲基浪 雲基浪 會的 因為坐了飛機上高 會有些氣流 我們坐飛機都知道 突然間有些氣流 放進去 會弄傷到它 我們會狗不狗 會大概十分鐘 每隔十分鐘就會 因為我們坐的那些是卡高 是 每隔十分鐘 我們會下去巡一巡一次 究竟它有沒有事 有沒有弄傷 基本上你會 每一刻都要留意著它 因為大馬遠征 就是很艱巨的工作 但是當時 九九年 我只不過是一個拆旗員 剛剛那個原居民 就在香港的時候 我負責操開它 有機會帶了一隻居民 當時和我同行的 當然是馬夫 另外一個就是沈雜誠的 抱歉 愛倫的第二副鏈 叫包兆輝 阿豹 對 兩撇雞 胡蘇輝哥 他就負責帶 我就去那邊操那隻馬 戴之前 我什麼都不懂 我做操馬 我怎麼知道要什麼 原來愛倫那時候 他最先帶馬來 就是帶來香港 即是殖民首長 第一屆的香港邀請盃 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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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來就贏了 原來他已經很有帶馬出去 那些經驗 他就告訴包士輝 要需要帶什麼 帶什麼 原來 很多東西帶 一個大箱 大木箱 帶什麼呢 全部帶那些需要用的東西 馬皮都要有幾張 有些逛街馬皮 有些睡覺的馬皮 有些後馬皮 因為在日本的時候應該都 凍地 都凍的 十一月幾 十一月凍 十一月凍 十一月最後一個星期日 已經冷了 已經 所以 包括馬的配件 打腳包 馬鞋 足足 原來 把所有東西放進去 是一大箱的 還有 原來要帶點水過去 要喝回我們香港的水 為什麼呢 都是愛倫黨的 因為怕他們水肚不復 去到喝了他們的水 怕他們不習慣 說明水肚不復 喝了肚痛 或者不舒服 發燒 很麻煩 我記得當時也帶了八瓶水去 我們的蒸餾水 八大瓶 當時很多工作人員幫我們 不用我們抬 要我們抬 就糟糕 都糟糕的 水蠢 其實很多事情擔心 去到就 很不幸 原歸民真的有少少發燒 好像剛剛這次 中環大地又有發燒 有發燒 其實就不用太擔心 會 因為在飛機那裡 可能會太焗 因為要蓋著馬屁 可能又要 你知道那些機器 去到那裡 未必這麼快下來 那些卡告 又要延遲 要等 去到那裡 那裡 差不多 擺半天 都幾長 至少十幾個小時 譬如在香港出發 去到日本那個 那裡 都要十幾二十個小時 去到那裡 很多事情擔心 那就是 沒事啊 擦一下腳包 有沒有損 有沒有流血 有沒有弄傷 最重要是這 那其次就是 淡就熱 當然 有沒有 真的有少許發燒 但是幸好 但是這些事情 是不是經常 帶馬出來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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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發燒的機率是高的 是高的 因為 你由一個國家 如果你帶他去英國跑 或者更慘 我們足足 24小時 是 帶馬去英國跑 足足足足了24小時 我記得那時候 連居民都跑過英國 連馬生輝也是 連馬生輝就跑 就跑 轉氣 沒錯 沒錯 所以 要 看看他那個 發燒的情況如何 不吃了 那就麻煩了 不能吃就不能粗 你再粗就散 就想辦法 其實我們帶了很多濕貧民去 去輔助 給多些 其實當時很有經驗 也是在外倫康 不是阿包說 就開些鹽水給他喝 開些鹽水給他喝 不是說很鹹那種 加少許鹽下去 給他喝 盡量給他喝多些水 還有好像吊鹽水 你明白嗎 你這個人 馬一樣 不要說人 你喝了鹹的東西 是不是很口渴 是 很口渴 就是喝多些水 喝多些水 就是揮發 排出來 發燒的程度 會變回常常 就是這樣的程度 好像人生病了 病到燒了 跑去釣鹽水 是 其實那個都是二谷同工 沒錯 沒錯 第二天發燒 到第二天下午 都那個temperature back for long 就是沒有東西 然後又吃回 吃東西 然後就粗它 所以就 粗到去 要粗又要適應 又要左轉右轉 對 沒錯 因為去東京的馬場 左轉 沒錯 Anti-Cockwise 那就要 從不同方向去粗 要看一隻馬 適不適應 其實呢 依我三十幾年的經驗 如果一隻聰明的馬 它跑什麼地都可以 左轉右轉 什麼地都可以 我說一隻 care horse 如果蠢 就是蠢的馬 你突然轉去左 它真的不會轉 好像我們 有一年大 兩隻馬過去 跑安田紀念 一隻是奔騰 一隻是勝利 就是當年的打比冠軍 八九十九倍那隻 沒錯 Holy Grail 去到之後 哎呀 它真的不會左轉 你說的是勝利 對 不懂得左轉 所以它是不聰明的馬 最後跑一下 另一條踏的帶也斷了 斷了 差點掉下來 調一下 包大尾的終點 腳踏那裡斷了 斷了一條帶 騎師斷了腳踏 所以它真的不會左轉 它叫做不是聰明的馬 我說聰明的馬 好像蓮麻生輝 一萬隻都找不到一隻 十萬隻都找不到一隻 它太聰明了 它坐了上去 它是好知道 上課的人給指示它 它就去了 你不動它 它就不去了 好聰明好聰明 我騎它 它沒有整跌過我 很乖 所以馬就是這樣 如果帶去遠征 所以擔心它的水土 各方面 發生什麼事故 最重要是自己 在當時的當機立院 被弄傷了又怎樣去處理 最主要都是圍繞著這些問題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們帶這麼多馬 遠征好像都要適應 那個左轉的問題 尤其是去西亞波 又是左轉 你們會不會肯 教的時候 學你或者有些很聰明 教兩下就懂了 有些就會 好像勝利那些 教極都不行 你們有些特別的方法 去教的時候 去出腳 不是好像平時教馬 其實就 速成班 其實香港是很好的 是的 我們逢是有帶馬遠征的時候 那時候就要運去Quarantine Quarantine Standby 才去 才去乘飛機走 那全部要封了圈 我們才可以出圈騎 渡圈給我們騎 渡圈 只有我們一隻馬 比如說一隻馬 兩隻馬就給你兩隻 安排兩隻馬 全部封了 因為Quarantine 就一定要是 普通其他的馬 要跑完之後 收完粗 離開了馬場範圍 你們Quarantine的馬 才可以出來跑 所以為什麼 好像我的朋友 國際賽體神操 都要等本地馬 收完粗 才到外隊慢慢出來做 就是這個原因 那就可以讓我們 在很短的時間 令到這隻馬 希望適應到左轉的爬法 就是這樣 剛才說到左轉 大家都知道 這兩場韓國賽事 就是那隻馬場 就是首爾 漢城 那個叫做首爾 那個叫做首爾 其實它全名叫做 Less One Park 我知道 但現在那個地方叫漢城 以前叫漢城 現在改了首爾 但這個馬場究竟是怎樣呢 我準備了一些資料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給大家看看 跑這場韓國短圖錦標的平面圖 這個就是漢城那個馬場的平面圖 那個千二米的起點 就是去到對面直路差不多 剛剛開始 就是紅色線那裡 那條紅色線 向左轉 回到前面面 終點尾 這個就是一個千二米的圖 其實呢 嚴格來說 跟這個沙田 跟沙田的千二米差不多 其實那個馬場的形狀 都是跟泥地的內圈差不多 因為那個弧度也是差不多 還有大家都知道 現在暫時來說 韓國還是跑全沙地的 有說明年開始 韓國就研究跑草地馬 這個就是後話 但這個先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就類似 等於是香港跑泥地千二的圖 不過是倒轉圈的意思 但是那個漢城這個馬場 其實那個跑道的闊度 其實都很闊的 如果全闊開 它是比沙田的全闊跑道還要闊的 所以有時候 大家去年看這場韓國短途錦標 有時候見到一些馬 直到直路一字排開 各有各跑 你要那個馬場真的要那麼闊 你才可以這樣一字排開 要不然都是一堆 所以這個就給大家一個平面圖 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就看一看 今次的韓國短途錦標 有什麼馬跑呢 我們下一個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當時在那裡抽檔的時候 抽完檔的結果 就把那個彩衣放上去 我就讀一讀給大家聽 有什麼馬跑 分別就是 1號就是美國的代表 絕無虛言 2號就是韓國的代表 多多益善 3號也是韓國的代表 沙登納里 4號就是我們香港代表 永旺連連 羅里亞拆騎 沈雜成的馬 5號也是韓國的代表 加速不敗 6號也是另一批韓國代表 亡鳥心跳 7號就是日本代表 休美若步 武峰拆騎 8號也是韓國的代表 9號也是 8號就是海瓦 9號就是套含山 這個要讀得很小心 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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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10號就是新加坡代表這批溫布頓 稍後我都會說少少這隻溫布頓 11號至15號都是韓國代表 分別就是11號的夢想展開 12號的開放高空 13號的銀郎 14號的強力快刀 這強力快刀都很有名氣 那邊都是韓國馬王級的馬 15號就是這批超勇勁推 超勇勁推上年跑這場跑第四 這就是韓國短途錦標的參賽馬 中間拍攝的反過就是獎杯 今年也有新加坡、美國、日本、香港、法國的馬 法國馬就是韓國盃那場 可以先回來 交代了參賽馬之後 我們都準備了一些賽事片 跟大家參考一下 都跟大家研究一下這場韓國短途錦標 究竟永旺年年可不可以一出即勝呢 我們先去影片 先看看韓國短途錦標 這就是上年韓國短途錦標那一條片 其實就是 播放給大家看 就是告訴大家 跑道是怎樣跑的 其實就是 這一場其實就是 其實 如果跑短途 其實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大家要留意 那些沙 其實真的好像跑沙灘 那些 kickback很厲害 你看到 好像吸塵機一樣 所以你看到馬 散了出來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你要留意 穿Shadai那件衣服 Grandpa Grandy Great Grandy 那叫做 你看它怎樣跑位 其實你也知道 它現在已經 跑到最外檔的那一隻 即是告訴你 就不可以食殺 它現在跑到七疊 現在多幅就在前面走 另一隻就是超勇勁區 為什麼我叫大家特別留意 這隻國短途 它沿途是不怕走洩位的 你看它跑了出去 七疊 這樣去上去 當然 當然它放在前面走 你後上馬 最後要爆那一段氣 因為沙沙很好 即是用好心的沙 它都要用好用的氣 才可以衝動 所以那樣純走 那邊是1600-1800馬 現在看到它 積多一幅就收姜爺媽 其實給大家看這條片 就是給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跑道的形勢 以及說 為什麼那些馬 會跑到這麼散 其實很簡單 寧願走市位 都不要食沙 因為那些沙 現在看上來真的 你看到很像吸塵機一樣 我們還有一些賽事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了 我們先看看那隻多多益線 韓國那些賽衣是跟騎士的 它不是跟馬 所以我剪片的時候 你應該那個騎士 跟這次那個不同 不是我們剪片 就是它是跟騎士 這隻多多益線 這場其實就有兩隻日本馬去考 它贏這場馬 但那兩隻日本都是地方馬 所以就不夠考 贏了這場馬 好了 然後我們看看這隻加速不敗 其實在前面也是那些順放開 但這場就不可以守二跑 它可以苦三跑 其實就是 大家看這些韓國馬的賽職 就不需要介意 它贏得很遠 或者這次為什麼輸這麼遠 韓國一日始終考三比 今天贏你五個馬 明天可以輸回十個馬 就不需要在勝負距離那裡太質重 好了 然後我們看看那隻王鳥心跳 其實就是裡面 王母深藍衫那一隻 其實這場 其實這場不是第一班 還要是第二班 不過也是在上馬 這樣就變成 這場就用一個叫 顧林柏的外國騎士跑 即是吃羊腸 大家其實看到 它也是那些 走一走 然後就沒得追 但至於我級數 在那裡就會差一點 其實這場只是第二班賽事 然後我們看二級賽 這場韓國二級賽 這場韓國二級賽 有兩隻馬 就會在那裡跑 就是贏那隻 外面藍眼罩衝上來 很厲害的那隻 就是銀郎 另外裡面那隻 就是那隻 海瓦 海瓦之後 再跟他跑1600米 就輸回給他 就輸回給他 輸回很遠 但這一場就是1400米 這次就跑1200米 那就 看看怎樣 就會說 然後看看這一場 韓國冠軍賽 他們叫做 香港就譯做 Owners級 即是馬主杯 但韓國其實這場 就是韓國冠軍賽 它是馬1600米 大家就可以看到 前面 白帽紅衣彈出來 就是那隻 power blade 那隻強力快刀 現在其實它就是 韓國1800米 挺好保持 外面衝上來 就是那隻 那隻 三盾九 韓國冠軍賽 他放在前面 順走 其實他是有 大阿門機會 他上天就是這樣 跑第四 他在前面 始終跑一半 但是呢 這隻馬其實 嚴格上來講 韓國跑那些級制賽 已經開始不夠跑 他是放在前面 他是屬於放在前面 走那些馬來的 超用勁區 那我們回來 看看外隊 他就說是溫布頓 那這場就 就輸了給潘明輝 那輸了 就是裡面那隻法樂 那溫布頓 其實呢 跟韓國 新加坡跟韓國馬交戰 其實他不是第一次的 已經是之前試過的 這隻溫布頓 但是這次就是第一次作客 但是這一場就是 被人 新加坡的傳媒說 他全面取勝機會 但贏不了 看看優美藥步 就是穿天上樂園那件衣服 前田俊義 那件衣服 那這隻馬呢 其實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他呢 跑地方的馬場 是比跑中央 跑中央的那些泥 這個是黑船上 地方三級賽 好啊 最後就看一貨集 就看一隻永旺年年 他怎樣試那貨集 那這一貨集 就被人評價 就說好像差一點 師兄你可以說一下 那其實這貨 他操完之後 都說 就是 之後很多的報道都說 他狀態沒有那麼適合 但是其實 跟著他去了日本 去了韓國 再操完就好一點 那風哥 你怎樣看這貨 這貨試集 他這貨試集 其實上力都不是很十足 因為 off了那麼久 第一貨集 我們評他 中規中矩 不得出 這個是第二貨 他之前還試過 逐差的那貨 是 突出的 就是 他也是 當時的比較有些 叫做趕工夫之下 就走了 但是 那隻馬去到韓國之後 就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 在未講 我們自己的心水之前 其實我準備了一個 當地韓國的官方 官方的電視 賽馬那邊的主持 就訪問了阿丁冠浩 那就是阿丁冠浩 現在就是阿沈雜成的傅連 他就訪問阿丁冠浩 他就訪問阿丁冠浩 他就關於 就是問回他 那兩批 就是去那邊跑的 代表 永旺連連還有 中環大地的機會 那我們去一些片 給大家看一下 阿丁冠浩 他在香港的 他已經117 他很高 因為他沒有 韓國的率 因為他太高 他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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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他把土地的位置 還要適當 所以 我們這裡 放了他 因為他很高 香港 韓國的機械 是很像 一山梟 他不像 一山梟 海原梟 revis charging 是一山梟 一山梟 一山梟 他會有不同 但還是ヒ 之后,我认为我们的预计是看起来如何能输入这些资格 如果他有足够的资格,他会输入香港的资格 we don't know if he can handle it or not but in the morning track work I ride him in here I think that he feel good on the track I think he can handle it but only the one way is in here is the anti-court ride in Hong Kong is the court ride so I concern that he maybe when he turn then get maybe not very well only I concern about that but I think he can handle it and this horse is one in the good freeways too this horse the health is good and the form is good and eating good too I think he is happy in here and when riding the track work I think he is happier than in Hong Kong 加油 永旺年年 好 大家看完這個訪問 其實我都說了少少 說了少少他在說什麼 其實他第一隻中環大地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馬在那邊昇應得很好 大致上 就是說他希望一些長馬 因為他說在沙田在香港就沒有高班的泥地賽事 因為他現在的評分根本在沙田都沒有高班一班的賽事 更廣論說有什麼 說了很久說沙田 即是香港應該有些泥地的吸制賽更加沒有 因為沒有 賽期又不穩 所以就選了這一場的韓國短途韓國杯 讓這隻馬出去跑 因為這隻馬本身在香港跑泥地都有根據 所以他就希望可以在那裡跑得好 如果他跑這場跑得成績OK 也都拿夠評分的話 他希望馬房部署這隻馬就跑香港一里錦標 至於永旺年年 其實他都說馬去到那邊都適應得很好 也都是說 丁仔剛才都說 馬在那裡比香港更開心 但他就有一個問題 其實大家在外面很多的訪問都一些報道 他比較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第一 他沒有跑過泥地 在沙田都沒有跑過泥地 害怕他就適應不到韓國的沙地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都幾重要的就是剛才阿風哥你剛剛看 就是左右轉的問題 就是說他就不知道隻馬左右轉 但是他就說他騎過他親自操過隻馬 他說他覺得可以應付到這件事 當然到真的跑的時候就不知道 你操 就算你操到怎樣教到 你如果他到競賽 你很多馬逼過來的時候 那他未必 如果不行的就真的不行了 但是他就希望他可以適應到那個 那裡的泥地 如果好像他以往的跑快放在前面走的 那他又夠韌 你後面的馬要上追他都很難 那現在在香港 那這隻永恆年年就大熱門了 二十多元 那風哥剛才你剛剛看完這條片 那你看過這兩隻馬 去到那邊的觀感 你覺得這兩隻馬的情況是怎樣 那個觀感是怎樣 剛剛看他的神速 就是中華大人地 他修身模式 他準備好了 有作戰水準 永恆年年就比之前兩個試襲 都是好了一些的 但是都是跟Paul這樣說 有兩樣東西擔心 擔心他左轉行不行 還有他不同的積多福 積多福是在香港跑來地很厲害的 最主要是香港來地都沒有跑過 那這兩個疑問 通常那些馬 我自己選的深水馬 凡是有question mark 我就多數都不會投注 那我舉個例子 好像剛剛今個星期三 帕馬地 有隻後門未甘 他連去帕馬地試襲都沒試過 但是那些人都不斷瘋狂地落飛 但是我就一些 但是還要有人推介 對 沒錯 所以 凡是 出賽馬 怎樣都可以 我們選馬的原則就是 不要有問號 不要靠猜 我們不要靠猜 最主要是 我選馬的方向就是這樣 OK 那講到這裏 我們暫時就休息一會 那一會下節回來 我們就會講完這一場的深水 還有之後呢 我們還有一場韓國杯 還有廣東釀菜本地馬 我們都會再跟大家講的 那在中間過場的時間 我就給了一條片 又給了一條片大家 就是關於韓國當地的傳媒 還有呢 無私意怎樣看他自己 在韓國杯那一座 我們一會兒回來見 謝謝大家